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这期节目继续来品鉴小游戏 今天我们继续介绍找游戏机的攻略 第49天游戏机在吊栏里 按开关一定要注意节奏 吊栏如果砸到头游戏会失败 吊栏按到一半 玩家跳跃就可以拿到游戏机了 第二次天为了不让我打游戏 妈妈终于请来了巫师 用法力封印我的游戏机 这也玩得太大了吧 看到冰箱里有能量瓶 不要去管巫师 巫师法力耗尽没红了 就可以拿到游戏机了 第21天把地上的盘子扔向远处 果果跑去叼盘子 我们就可以拿到游戏机了 第22天看到游戏机被封印在玻璃瓶里 我们找到一只苍蝇丢给妈妈 妈妈会发出震惊的气泡 用气泡割玻璃瓶就可以拿到游戏机了 这个游戏的脑洞正大 第23天在柜子和抽屉里 可以找到三角形和锤子 锤开柜子的分条 发现妈妈在柜子里 藏游戏机为啥要把自己锁起来 千万别打开柜子 第24天千万别打开下水道盖子 一打开妈妈就会出现 只要向前冲的没车的时候 过马路就可以拿到游戏机了 第25天发现自己考试零分的考卷 这就是整天打游戏的下场 千万别把试卷给妈妈看 找到扫把把称重仪给妈妈 妈妈称体重发现自己胖了 就会开始跳绳 呵呵女人 然后我们就可以拿到游戏机了 第26天游戏机被封印在冰块里 只要用手不断按冰块冰块融化 就可以拿到游戏机 第27天在柜子里可以找到塑料袋 游戏机好像被不明物体围住了 不能直接拿 我们可以把塑料袋装满水 放在房子的角落 然后由于地板的重力倾斜 游戏机就自己滑出来了 第28天游戏机被藏在石头后面 在柜子里可以找到炸药木头 还有一个木头拦着火 为了一个游戏机要把房子爆破的自愚吗 结果爆破出了妈妈 妈妈的七十二变越来越厉害了 正确的方式 其实只要用木棍把石头推走就好了 所以这一关告诉我们千万别乱玩火 找出五颗星才能拿到游戏机 第一颗星在窗户外拿 第二颗星用小姐姐的半球棍 敲碎第一个瓶子拨开海星就能拿到 直接用手碰海星游戏会失败 一定要用棍子 第三颗星让爷爷围着棍子转转晕了就拿到了 第四颗星把麦克风给小姐姐唱歌 然后就拿到了 第五颗星在系统按钮里拿 五颗星到位游戏机从天而降 这叫主角光环啊 在这个游戏里游戏机才是主角啊 第三次天把所有柜子箱子抽屉的门都打开 然后再拿走桌上了游戏机 妈妈就没地方藏游戏机了 到这里这个游戏就通关了 瞬间感觉自己登上了人生的巅峰 妈妈发现没有地方藏游戏机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把游戏机抢走了 好吧 看样子这个游戏还有续集 那我们江湖再见 喜欢这款游戏的小伙伴们可以去下载哦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